以前深圳的大街小巷都有一种叫猪肚鸡的火锅 那我不知道那个鸡肚子里面有猪还是猪肚子里面有鸡 那我知道呢猪肚鸡就是清水涮鸡这么个概念 我今天路过这里我就来尝一下 看看马来西亚的猪肚鸡跟深圳的猪肚鸡一样 那我们先去看看了 这里的好像跟深圳的不一样 看这里有松茸猪肚鸡 在这汤底它好像是收费的吧 可是你看火锅的汤底 他们是有加料煮出来的 在深圳我记得我吃过那一次是清水煮鸡 他们家这汤还有单独卖的 是午餐的 午餐的 这是午餐到咱没开见的 加汤饭的 以前我们东北有牛肉汤饭 在青岛有排骨米饭 就是拿汤泡饭一起吃着 他们这里特色猪肚鸡饭 这里还有宝仔饭 大概15块钱一份吧 鸡肉的贵一些 这里的水就不是很贵了 感觉比较平价 老板跟我说 他这里的猪肚鸡是汤底 是58小分的 里面有猪肚和鸡的 这个是跟深圳不一样的 深圳好像就是开水 然后加鸡这样子 然后清水煮鸡 但是这鸡很嫩 感觉跟那种烫个三两分钟就可以吃的那种 但是他这里的我不来什么呀 第一次来 你说我来尝一下 老板又搬新家了 他不在这里了 今天最后一天营业 然后被我们赶上了 他搬新家会有搬钱大促销 冲500送1000 冲300冲400 冲200送250 但是呢 每一餐只能用100块钱去顶 他周五搬家 然后我觉得可以周六周日再过来 捧场捧场 看看有什么优惠的 再勇往到后面附近 他这个刚上来哈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猪肚 有鸡 有蘑菇 蘑菇是松龙了 我感觉这个这么多 现在不像是松龙 这么松龙 也很贵的东西 这个我们把上面的沫贴掉 我不要上面的沫 然后等它煮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喝这个汤了 喝汤一下 然后就可以煮别的东西了 这个是鱼丸 这个是猪生 金针菇 虾花 我只是简单的点一点 这个是山羊 他这个蘑菇是新放里面的 不是炖好了的 这个蘑菇要炖一会 但是这个汤也是炖好的 直接可以喝了 我突然觉得哈 吃这个火锅好像比吃那种川香麻辣火锅吃的比较实惠 因为这里面有东西 有猪肚有鸡 五十八 给你熬出来的 麻辣火锅就吃那个味也是五十八 那是麻辣底料猪 刚才服务员说这个蘑菇是熟的 然后直接放里面直接在煮上锅可以吃的 我认为是生的 下回我尝试一下是生的还是熟的 我觉得要包一下他吃 我这媳妇着急 一般我们东北小鸡炖蘑菇 炖的烂烂烂烂的 把那个蘑菇的汤炖到鸡汤里面 把蘑菇那个味炖到鸡汤里面才算好 这个着急的人吃不了这个菜呢 我们这餐吃的一百四十六 但是他没有服务费的消费税 这个地方很好 请适合我的 还送了我一张十块钱的新鸡券 下次再用 那个汤里的蘑菇一般般 可能下回要点猪生的比较好 他每个汤里都不一样的 看你们口味了 我们这蘑菇觉得太多窝了 主要是吃的够够的 下回选一个别的 我觉得他还会来这个店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就下雨了 我们要赶快回家 哇大闪电了 拜拜了